女人 此处守卫重重 以我这点灵力 恐怕难以潜入 可若是错失良机 恐怕以后 再难寻到 进入紫月泉的奇迹了 原来擅闯紫月泉的小贼 是青池宫的后池沈君 小神君好大的胆子 你青池宫当年庇佑了 妖皇的沙子仇人 你就还敢来玄京宫啊 他知道我是青池宫的人 却对我没有丝毫敌意 一定不是妖族大殿下森红 不知上君是何人 本君借居玄京宫 不过是妖皇陛下的 一个克卿罢了 克卿 知道本君的身份 还能如此淡定 上君心性倒非常人啊 本君素来不爱管闲事 你青池宫与妖皇的仇怨 与在下又有何干呢 上君为何要救我 长得好看的人 在本君这儿 没有闲事 这人在玄京宫的地位 只怕不定 那多谢上君了 不过上君放心 本君此次前来并非恶意 只是想寻一位故人 故人 上君久居玄京宫 可否见过紫月妖君 他 不过是一个 整天爱戴着面具的讨厌鬼 你寻他做什么 实不相瞒 紫月妖君是本君的 心上之人 你说他是你什么人 心上之人 你见过他 多年前 我随父神来到玄京宫 偶然与他一见 一见清新 相似万载 当真 当真 本君熬不过思念 便来了这三重天 不知上君可否知道 紫月妖君如今何在啊 他就在这玄京宫内 你真的想见他 当真 不知上君可否愿意相助 他日后持姻缘得成 必有重谢 愿意 自然愿意 据本君所知 紫月妖君每日此时 都会在紫月泉中沐浴 你现在去 定能瞧见他 多谢上君 谢就不必了 但你和紫月事成 与本君饮几杯酒即可 上君高义 后持感念在心 不知上君如何称呼 他日后持定陪你饮上几杯 不必问了 小神君 本君与你自会有相见之事 神尊 这青池宫的小神君 可一点没有上古神尊的混沌气息 而且 他也不认得你 他会不会 他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不管他是谁 本尊今日 都要试他一试 紫月妖君 过来 给本君按按头 这声音也不像他 你这小势必 怎么还不过来 小势必 若是讨本神君欢喜 本君允许你 留在紫月泉服侍 神君 神君 我这手法 怎么样 上课 继续 神君常居着玄金宫 可曾游历过三界 自然 那神君 可曾游历过廖王山 是你 怎么 见到你的心上人 不欢喜吗 本君还以为 你喜欢本君这套呢 怎么会是你 你来玄金宫 不就是为了见我吗 此膳 是紫月妖君之舞 你为何要去 廖王山竹屋 你认识薄玄 圣公 我终于找到你了 妖君请自助 你怕是酒喝多了 认错人了吧 我是后池 不是什么伤口 你明明就是 你放开我 快放开我 快放开我 上古 上古 我 后池到哪儿去了 后池到哪儿去了 难道在这儿 在这儿 何人擅闯紫月全清帝 小君 乃森与二殿下请入宫的衣食南木 随时入宫 为小离诊治 呗 呗 你认的本君 难道他不认识我 神尊说他在水晶中瞧见了白诀 可这人周深并无神迹 或许不是他 但他万一故意隐藏神力 我就这样干处着 会不会失了礼数 我是行礼 还是不行礼 可这么弱的灵力 切木 是 是 快走 走 神尊 那青池宫小神君 可认出您来了 他不认同我 听说森宇 新招了一名胡作有名的名医入宫 想必是后世所话 与他一起前来的那名同伴 虽然长相与白诀真神极为相似 可他也不认得我 此人一身伶俐倒是极为精准 但也只是上军巅峰 神尊 您觉得 这二人到底什么身份 是真与那两位有关 还是只是无患和暮光的阴谋 故意来探咱们的虚实 不急 本尊还有很多事需要查清楚 但是本尊可以十分确定的是 后迟便是上过 他手中还带着白诀赠送给他的手链 当年白诀真神 故意留了你我一抹神兮 您才得以存活 虽然实力大不如从前 但好在我们可以从头再来 臭冰块留我一命又如何 当年 他终是不信本尊 还害死了上姑 若再见到他 本尊定将他错骨扬灰 方解我心头之恨 对 这臭冰块销声匿迹六万年之久 实力肯定也不如从前 放肆 白诀好歹也是真神 你岂能如此无礼 我 我就是顺着您话说的身子 我能说他 你不行 是 我知那抽冰块来了下界 却不知他身在何处 我曾去廖望山寻找 在那发现了他的踪影 但后来 这三界中 再也没有他的气息了 那 白诀真神可是 他若这么容易死 便不是白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